主席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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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大事化小事,小事就沒事,我們不要風波,我們已經救了那些風波,不要搞那麼多用事。 我們昨日都有講文擇,很多同事都講了文擇。 我的文擇的概念,梁思長,就是高官文擇,意思即是主要官員的文擇。 所以我第一條問題,我想問,財政局屬下的七十幾個政府的屋子, 哪個批准,哪個權利,是給了聯合國屬下的人,竟然有一部分都沒有住,幾年都沒有住, 哪個負責呢?哪個有這個權呢?需不需要文擇呢? 我首先問財政局屬於官員,不要瞎瞎現在,因為社會有壓力,就推給局長做。 局長是執行官員來的,我知道你的要求很高,對你的局長, 我也覺得要求高是對的,量性的壓力,我們個個都應該有。 但是這件事,希望局長是你屬下的問題,希望你可以交代。 第二件事,就是,機場管理有人公司的十七億直接由財政局撥去那間公司, 雖然政府是大股東,今時今日,現在什麼狀況? 司長上一次來的時候,說他會分期付款還回,現在還了多少,剩下多少,何時還了? 以及機場局的發展是怎樣去將來,真是配入我們澳門的經濟的發展呢? 是會不會有多個跑道呢?會不會有多到停機拍呢? 會不會開放其他人去競爭這個機場的項目呢? 可不可以透明度高一些呢? 我都很希望司長可以說到給我們聽,第三件事,我就不會追問你了,關於非凡的兩億的了, 你肯定沒有的了,石塵大海,不過幸好,歐盟路有三億,他那裡不見兩億, 那還有一億,那一億就給了貴南,那就變成沒有了。 那我希望呢,如果你得,你就說了那個非凡,我就放棄的了,非凡的兩億是凍過水了, 但是如果一個市民,他沒有入咪錶,你說那個結果會怎樣呢? 追收住的,追到你腹都掉了。 你說公平嗎? 那做法公平的嗎? 誰擔保啊? 那擔保的人為什麼這麼隨便可以擔到兩億多億呢? 沒有交代的嗎? 好,第三件事,我也都想問,昨天我問了陳奈凡市長,他都答不到。 第五屆部長級會議,浦國總理來到澳門, 禮賓辦,我們做什麼的? 禮賓辦,我們做什麼的? 一個主任,兩個副主任, 為什麼一個浦國總理來到澳門呢? 是機場,沒有一個司長,沒有一個辦公室主任, 還有一件事是司長,翻譯官都沒有了。 誰負責,誰問責? 主觀的通則和守則都說明的嘛。 如果影響澳門的形象,誰負責呢? 麻煩你交代。 第三件事,我也想說關於中普論壇, 其實很多媒體都走來找我, 因為現在很難做, 你們經常都做那些研討會, 但是實際上,他們有困難的時候, 你們有什麼措施去幫助他們呢? 因為他們那邊的發展國家是很落後, 很難貸款, 你要做多些實際的事情, 幫助他們的, 因為現在那些公司去到非洲國家, 是自己單獨, 單獨去解決問題的, 但是他政府幫不了的, 你要做多些事情, 不管局長事已經盡了很大的努力, 但是這些政策, 這些方向是要你私掌去做的。 還有一樣東西很重要, 就是一分鐘我就想說了, 勞工法, 為什麼勞工法呢? 那些博彩員工, 沒有輪班津貼, 沒有夜間津貼, 全世界全澳門都有的, 為什麼一些人有, 一些人沒有, 又是違反基本法的, 又要我說違反基本法, 為什麼呢? 為什麼你不修改呢? 為什麼因為他做莊河呢? 他有做莊河, 你做不做呢? 當然要做, 不做, 怎麼開飯呢? 那就沒有夜間津貼, 以及輪班津貼, 向上流動呢, 麻煩你不要只要說那個數字, 要告訴我們, 制度, 你們主動, 他們怎樣真真正正給機會, 我們澳門人向上流動, 你有什麼制度, 實質的制度, 你要告訴我們, 讓我們聽聽, 最後就是, 那個牌, 30秒我都跟你講, 這個就是, 我們有個金融情報局, 就講到, 我們澳門沒有排名的, 在國際透明度組織裡面, 是沒有的, 香港呢? 香港就18, 新加坡第8, 日本的18, 30, 台灣的30, 南韓的37, 中國83, 澳門去了哪裡? 麻煩你呢? 和你的同事講, 希望澳門有個排名, 多謝您. 高天馳議員. 多謝主席, 多謝司長的回覆, 多謝陳局長的清晰的回覆, 以及希望你跟貼一點, 直接, 不需要經中間人, 可以跟他的稽查溝通, 關於, 那30幾間屋, 關鍵的問題, 我不是問你解決了, 我的意思是, 去到2012年, 屋子還是外籍人士在這裡住, 即使你們遲了發現, 因為發言2012年, 是我本人當時, 才知道, 才反映, 那件事出來, 即使, 那一件事需不需要問責的呢? 我的關鍵就是這件事, 即使, 回歸之前, 沒得說了, 回歸後, 十二年了, 好了, 這是一個問題, 我希望楊剛梁局長可以書面給我, 剛才關於那些數據, 因為我聽得不太明白, 以及我寫不及那些數據, 關於非凡, 經濟局局長所回答, 跟蘇天平說, 都是差不多一樣, 我們找了律師, 我們找了那樣, 其實根本上, 你可以不可以告訴大家, 擔保人有沒有問題呢? 因為我自己擔保的人, 我都要還錢給銀行的, 任何一個人在澳門, 那些擔保都要, 你麻煩你解釋給他們聽, 究竟那些擔保人去了哪裡呢? 什麽擔保人呢? 有沒有錯失的擔保人呢? 需不需要還呢? 需不需要問責呢? 我需要你們回答這些問題, 不是帶我由花園。 還有一樣東西, 關於勞工法, 思綜你有沒有回答到? 即是那些所謂莊河, 沒有夜間, 以及鄰班津舔, 全澳門都有的, 為何我上班呢? 我做莊河呢? 你問我呢? 做不做這份工? 做這份工就沒有的了, 沒有那個論班, 沒有夜間, 為何是這樣呢? 為何那個勞工法 那麼苛刻對他們呢? 這個是一個關鍵, 我希望神節委員會裡面, 擴大, 給多些人, 給多些意見。 我建意見到你, 對他們的垂落不做數個數目, 是祝 poses單 home,